高雄两名男子跟朋友竟然趁着过马路时 在斑马线上边走边扮演阿拉伯人跟鸵鸟 嬉闹的拍片 民众看了直呼危险 而这三个人的行为是已经违反了道交条例了 将可开罚500块钱 两名男子一个戴头巾当起阿拉伯人 一个把头缩进衣服装成鸵鸟 踩着斑马线大摇大摆过马路 扮阿拉伯人的男子走了几步 又踹了当鸵鸟的一脚 就这样一人一鸟马路上玩得好开心 旁边还有朋友帮忙拍下记录 这里是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一路 就算行人方向是绿灯 大马路如此嬉闹玩耍 实在让人捏把冷汗直呼危险 危险啊 人也危险嘛 车也危险嘛 我当时都要我一时就没劲 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啦 对啊对啊 就没有影响到用路里面用称的安全 那我觉得他们这样玩的派也不是爱好 如果今天是红灯 那真的是他们上的问题 可是今天是绿灯的话 那就是没有问题 三人把马路当自家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教条例 这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 于交通频繁之道路 西游足以阻碍交通 可处新台币500元之罚款 三人危险当有趣 趁着过马路玩闹拍片 这下爱法恐怕笑不出来 记者梁泽越中期渊高雄采访报道